在身邊有美聯首席分析師劉家輝 Hello 家輝 你好 家輝上來和我們談談市況問題 我們特別要從數據上的分析 先問家輝 最近大家都說市場很旺 實際看上去是嗎 事實上一二手的成交相當不錯 一二手今年和去年同期 一手方面都升了四成多 二手方面更加誇張 升了六成多 踏入六月份 大家說 過去大半年來講 我們都受到疫情影響 不過特別地產市道我們不覺得有影響 其實中小營住宅和豪宅方面的走勢又是怎樣 其實看回中小營 我們看回今年來講 二手方面超過八成 都是說一千萬以下的中小營炭位 豪宅也表現得很不錯 例如過億元那些我們看到 今年一手過億元的成交 在頭五個月都比去年同期一倍的勝負 成交方面 我們先看中小營住宅 接下來六月底 屯馬線就開了 其實又多一條鐵路沿線 其實鐵路沿線物業的走勢怎麼走呢 其實我們看回鐵路沿線開 特別是鐵路沿線 我相信對沿線物業方面 都有一個刺激的作用 因為始終我們看回當那條線開了 無論買家也好 用家 業主也好 都試過鐵路的方便性之下 其實我們在過往的經驗都見到 成交都會做得不錯 屯馬線分開幾個站 你有沒有看到哪一區 可能會比較看好一些 我相信啟德區 啟德區 啟德區是一個 第一是一個非常大的發展區 市中心 也是市中心 也有很多配套 來體育館 也有一個最大的地下街 購物 也配合這個屯馬線的通車 我相信 在啟德區方面的表現會較好些 有沒有一些數據可以看一下 現在屯馬線的物業方面 一些分佈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也看過一些樓價的升幅 如果你說一些啟德區 我們見到一些個別的二手樓盤 他們的價的升幅 會較傳統屋苑的樓價的升幅 是稍為高些 好了 講開鐵路完線 講一下焦點 廣島南 廣島南也有第一個鐵路完線 上街物業已經開售了 其實反應真的不錯的 你自己看回這一區的發展又怎樣 其實我相信這個都會配合大商場 地鐵站上蓋 以及以往來講 廣島都很久都沒有一個 這麼大型的鐵路上蓋本出現 所以我估計整個南區來講 都會因為這件事而帶動了一手 甚至乎周邊的二手也有機會帶動回 以往我們講到南 其實大家就會看回可以半島南牆屋 又或者是背沙灣一帶 你自己看回這一類的屋苑的短期走勢怎樣走 我相信二手方面 他都會跟著大市 會做得不錯 但是我們都看回 現在的買家 我們都看到 較為傾向一些新的物業 特別是你說的屋苑的配套 你的匯嫂 一些要求新 這些都是一些新買家 我們較為年輕的買家 消費者都要求高了 是的 所以我相信這些物業的表現 我相信會比一些傳統屋苑會比較好些 剛才你都說到 特別今年回來 其實超豪宅的市道 或者豪宅市道都很好 你怎樣看這兩個sector的走勢 跟一般的中市民住宅當然是不同的 如果超豪宅 我們看回 如果你說那個通關 我相信就會有一個正面一點的影響 因為豪宅方面 我們大家知道 除了本地的買家之外 外地的買家 世界各地 甚至乎內地 都是一個主要的買家 所以如果你說 有機會通關 甚至乎那個旅遊限制改善的話 我相信對這方面的需求會再出現 你自己看回超級豪宅的買家 是否都是以內地人為主 不一定的 當然內地人有佔一定的比率 但我們都見到 以往香港來說 我們所謂的 一些家族 傳統資金 傳統資金 都見到對豪宅 特別超豪的需求也有限度 又或者中外程度也很大 是的 因為始終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錢方面 都是資金非常充裕 市場上 市場上 買息率又低 我相信這兩樣東西 當然你看回供應方面 就少了 這些豪宅 所以在供求不平衡之下 我們都會看回超級豪宅 剛才說錢都真的比較多 現在還是低息環境 不過市場都傳說 美國可能會在八月 Jackson Hole年會那裏 有機會暗示一下 減債的行動 甚至傳說 可能有機會會不會加息等等 這些因素 比如收水 又或者息口有轉變 對市有否影響 我相信短期是有一個心理的影響 不過我們看回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的資金暫時都說 挺充裕 銀行結束也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如果你說 因為美國方面的收水 而令到資金流走 這些都會對那個 高波基礎的按揭利率 是會有上升的壓力 可能回到去年的水平 但是反而最重要 就是要看回 你的Prime會不會升得很急 但是似乎暫時都見不到這個條件 是的 可能工樓人士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做這個按揭利率 如果你用Hyper 基本上都有一個巴掌 卡住了 另一方面想問一下 二手的交投情況 一手我們就看到 皮賣樓的情況都是很熱鬧 二手方面的交投情況 會不會有較好些呢 今年 其實今年的二手是比一手好的 我們看到二手 就是那個按揭 剛才我們講過 都有一個六成多的升幅 雖然去年的base比較低 但是我們看看這個數字 其實不是跟去年比 其實都說差不多700年的新高 同期 所以我們看回二手 因為始終過去一段時間 那些購買力都抑壓了 再加上最基本的幾個因素 又沒有什麼變 例如利率低 供應少 這些一路都維持著 我們看回 今年的二手成交方面 都有機會做到一個近年的新高 我想問一下 你自己猜今年 一手方面的全年的供應是怎樣 一手方面 供應我相信 當然你說可以賣的會多的 但實際賣到的 我們相信 會比去年的15,000宗 會有一個明顯的升幅 我們猜大概18,000 不過就算是18,000 其實過去這幾年 因為去年因為疫情特別低 但是如果你說過去這幾年 我們猜都是大概1,000至1,0008個之間 1,0009個之間 很難跳出你的框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始終那個土地供應方面 受制於那個土地供應 是 找不到麵粉 找不到麵粉 特別有麵粉的 都去了做這個供應房屋 是不是 那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除非你說 就是供應 土地方面大幅增加 否則短期 那個所謂供求不平衡 我相信都會繼續 在疫情之下 你們都做很多不同的 一些樓市方面的 research 其實會不會交往困難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 反而我們都收集很多數據 其實成交那個麥博 我們都掌握不到 特別是 比如剛才我們說 今年那個二手成交 因為始終土地主要處的數字 都有些滯後 但是我們都掌握到 比如每個星期的十大屋院 三十大屋院的成交 我們都看到 今年來講 平均都超過一百宗 但是過去幾年 我們看到平均 每個星期只有五六十宗 你看到二手成交方面 很明顯是比過去幾年好 我相信這個都會反映了 因為疫情對需求的益壓 暫時會出現出來 還有剛才說的幾個大方向 沒有什麼變之下 我相信那個需求仍然在市場 最後都想問一下你 預測你今年全年的樓價走勢是怎樣 我們估計大概是一成左右 因為頭五個月都升了4% 4點多 我想餘下的日子都還會有一個升幅 辣椒數方面政府就說了 辣椒就不會轉變 也不會說減辣 其實你擔不擔心 樓市方面的企業會有更多的招數出現 我相信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所謂辣椒 其實不覺不覺都說了十年 不經不覺 已經習慣了 十年 但是在十年裏面我們看到 壓抑需求增加供應 是原本的理念 那需求壓抑了 但是供應增加不到 而需求方面的壓抑 也不是說壓抑得好 因為始終有個剛性需求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反而看回 增加供應才是令到整個市場 趨向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這方面要靠政府 多些密不穩定 今天謝謝你 劉介輝謝謝 謝謝大家